我们要去重新录一节旧课 就是雅思写作气氛的话 实际上只看三个特点 我们会帮助大家把雅思写作气氛 这么复杂 这个四项评分标准 总结出来只是三个特点 而且告诉你这每三个特点 是怎么样去影响这四个评分标准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只需要去判断你的文章 是否是符合三个特点 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可以去上到气氛 以及和气氛之间的差距 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等会讲解的时候 会带着大家去看我们学生的 真正写的这个文章 这样你会对于这个 每一个特点会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 希望大家上完这节课之后的话 都可以两分钟的时间 去判断自己的文章 是否可以上气氛 自己最近写过的一篇文章 跟着我去一起来去判断 你需要去看的第一个特点就是 你的观点 你的每一个段落的观点 包括你开头段 包地段 结尾段的观点 是不是围绕着题目的问题来去说的 这个是影响的 最主要是影响你的 Task Achievement 这一项的评分标准 因为Task Achievement 它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 你回答这个问题 是不是回答了题目 所问的所有这个部分 比如说如果题目问了两个部分 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解决方法是什么 你两个包地段 都写的是原因 没有写解决方法 是不是就是你的段落的大意 和题目问的 没有办法去match上了 是不是 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评分标准 还有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去支持你的main ideas 比如说你的main ideas是同意的观点 你突然间写了一个反对的段落 这样就不行了 当然真正的去写作的时候的话 会有更复杂的这个情况 就是看上去你有在去支持 实际上你并没有在去支持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来去拿一个学生的范围来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一对一的学生 在orientation的时候 第一次课都会要求去教一篇作文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作文 为什么他的段落大意 没有再去支持他的观点 好 题目说的是呢 问他是这个现象是一个好的 还是一个不好的趋势 而这个现象是最近几年 很多小商店都关门了 因为顾客想去很远的地方 去大商场去买东西 首先 他的第一个段 我们先看 他的观点句有没有办法 他的观点句是不是围绕 题目问的这个问题说的 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趋势 这个题目的问题可以去对应上吧 然后说因为这个是对于这个当地的居民 和对当地的经济都不好 好 那他现在去说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居民不好 一个是对经济不好 那你期待他第一段肯定是说 怎么样对居民不好 第二段说怎么样是对经济不好吧 我们看一下他第一段都是在去说什么 首先他第一段第一个topic sentence 第一段第一句话他说是 当地商场很容易去满足 这个emergency cases 就是这个对我们对于这些紧急物品的需求 是不是没有再去说 这件事情怎么样是一个 negative对于当地居民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他反而去说的是当地的商店了 而题目是问的是这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现象是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件事情 而他只说这个商店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这一段都不用读吧 这一段肯定就全跑题了 所以他的段落没有再去支持他的观点 当你出现一个段落 没有办法去支持观点的时候 很有可能这个文章就是六分了 为什么是六分 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评分标准来去看的话 他虽然是主要是影响你这个task achievement这一点的 如果你文章是跑题的 不管你的是词汇还是语法应的多好 都不会再给你去算分了 然后再往下的话呢 如果你的这个coherence和这个cohesion的话 为什么也没有办法去体现出来 因为你是不是这个观点 解释的再好的话 你都解释错了 所以很有可能这样的文章 我们看过很多学生考试之后 我们去回忆 一旦你的整个段落大意是错的话 你就是六分了 看一下你自己文章是不是也是这样了 然后如果你是通过了这一关的话 那很有可能呢 你有可能是出现在第二关 第二关就是比较难的这一关 第二关也是比较难 这个第一关的话 你是对应我们七天免费课程里面的 技能一的这一个技能一和技能二 视频下面有链接去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给你提取出来的 全都是官方所发布文章的这个段落的模板 然后结构的模板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你需要去看 你说我的包地段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来去看一下 你包地段里面是怎么样去解释观点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去看观点的层面 也就是说每个句子之间 你有没有有一个逻辑的 有逻辑的这个联系 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段落之间 就是第二段 第二个包地段和第一个包地段之间 有没有很明显的连接词 如果没有的话 很有可能对分数会有一点点影响 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 当这个连接 当你句子之间的逻辑出现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会影响四个项目的分数 因为task achievement 不仅看你整个段落 是不是支持你的端页 它还会看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的第三项是 你有没有去 extend你的ideas 也就是说你的idea 在去extend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用逻辑的去给它延伸出来 说延伸错了 就会影响第一项的分数 好 如果你的逻辑出现问题 这不有一项是有一个clear progression吗 如果你的逻辑 或者是logically organize你的ideas 这一项出现错的话 会影响第二项的分数 还是像刚才一样 如果你整个解释都是错的话 词汇和语法也会受影响 好 我们看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学生 是这个学生 他写的这篇文章 是一个both views的这个题目 好 both views的这个题目的话 如果你去看 他的题目说的是呢 高中生是不是应该去学国际新闻 第一段来去说的是 高中生是 有些人说高中生应该学国际新闻 有些人说学国际新闻 是一个特别浪费时间的事情 看一下他的第一个body段 他说的是呢 我这篇文章来去讨论一下 这个两个观点 解释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来去看一下 他的第一个body段的topic sentence 他说的是 那些认为高中生 应该去学国际新闻的人 有以下的观点 这就没有任何问题吧 body段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的话呢 那些认为浪费时间的人 也有以下观点 然后最后一段来去说 我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非常清晰 所以他在第一个项目上面的话 就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他的每一个段落 段落大意是支持他的这个题目 所问的这个问题的 但是他的问题就会出现在了 当他在第二个body段解释关键的时候 逻辑出现问题了 第二个body段 他是不是要去解释 高中生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 高中生学习国际新闻 是浪费时间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解释的 你们的文章也会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的英文 翻译成中文 然后问自己 为什么这件事发生 就会有下面一件事情发生 好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即使学习国际新闻可以去扩充我们的视野 但是的话呢 他会让学生没有时间去关注在我们的主科上面 为什么即使学习国际新闻扩充视野 就会让学生没有办法把时间放在主科上面 这没有解释为什么吧 或者是怎么样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 出现了一个逻辑跳跃了 如果你再往下去看的话 他全部都在说 这个主科的重要性是什么 高中生又要去什么发展 critical thinking又怎么怎么样 都没有再去解释 他刚才这句话怎么样去得出来的 因为国际新闻导致没有时间 去学这些主科的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他出现了段落内部 句子之间没有很好的对应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影响你色项目分数啊 这样类型的学生的话 很有可能拿6.5分 就是你卡的6.5分 怎么也上不去 很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最后来去看一下 词汇和句子结构这一点 词汇和句子结构这一点的话呢 你首先就是你需要把单词和句子结构给写对 如果你写错的话呢 也会影响你两个分数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词汇和句子结构写对 写错的话 你是不是整个句子就会被考官理解成 是另外一个意思啊 所以就会影响你前两项的这个分数 如果你的词汇和句子结构是对的 咱们再看你的词汇是不是有这个多样性 以及语法是不是有多样性的这一点 那我们看一个7分的这个文章 这个学生后来 我们刚才看那个学生 这个学生后来又真正去考试的时候 考前做了很多模考 然后真正去考试的时候 直接去考了一个7分的分数 就考了两三次 我们就看他这个文章 是怎么样去体现词汇和语法多样性的 他这篇文章就是第一点和第二点都没有什么问题 逻辑啊 整个段落答疑都很好 他这篇文章需要去论证的是呢 现在大家都可以去上网获得信息了 所以博物馆不再有效了 就是大家不再需要去博物馆了 你同意还是反对 好看 他的观点就是 我反对这件事情 那么看一下他第一个暴力端怎么说 他说是 The primary reason is that 主要原因是呢 在博物馆去读书和学习 可以去提高我们的效率 好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先看他的这个词汇吧 词汇的话 我们说 Compare with the internet 和这个网络相比的吧 Library 这个图书馆 不仅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环境 不仅可以去提供我们 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去找到很多信息 好 Provide us with Look for materials Serve us with a quiet environment 这些全都是词组吧 然后他还用什么词组 Find it difficult to do something A silent spot 怎么怎么样 然后还会用一些词组什么 Full of learning atmosphere 还有后面还会用了什么 Less likely to be distracted and more motivated at doing something 这些由单个的单词组成的 经常在一起用的词组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Collocations 你不需要用特别难的 而且你看他整个段落 用了很多这样的Collocations吧 没有很多特别 长坠的那些 无关的那些连接的词 咱们再看一下 他的语法多样性 这个段落写语法多样性 超级好 你看他写了一个 Compared with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后面说 Not only but also But also 在写这个地方 然后又说是 If怎么样 然后会有一个结果 结果就会怎么样 这用一个定义重句 下面一句话 直接用了一个One 他用了三到四个 不同的结构 后面是用了一个Thus 把另外一个逻辑 给引导出来的 这就是他具体的一个 多样性 整个如果你看整篇文章 整个端的话 用三到四个不一样的结构 把他的idea 全部都给连接到起来了 所以你文章写成这样的话 就可以去考到七分了 那大家说怎么样 去积累这些词组的话呢 大家记得到我们的 这个七天免费课程里面 实际上有很多这些 按逻辑顺序去发生的这个词组 我们跟你去总结到一起 而且告诉你这十二个逻辑链 怎么去套用五十个高频题 去学一下七天免费课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会有 你会看这个idea 来去说 当你去接触不同的文化 怎么样去提高 你的social skills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有 be exposed to you'll be aware that 然后再加上stand in other's shoes 这些是不是就一个 推导出来另外一个 但是每一个环节 都会给你去编了一个 七分的词组 拿出来就可以去直接用 真正完整版本的课程的话 是有五十个这样子的逻辑点 可以去回答任何的题目 好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 就全部都讲解完了 希望这节课可以帮助你 大概两三分钟之内 就可以去判断自己的文章 是不是可以去上七分 以及具体缺少这个知识点 是什么 谢谢大家